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一个区块比它更重要 就是环境的教育 在到家讲不原之教 那我们也想到 孟母三千 为了就是一个寻找 一个美好的环境教育的学校 所以在我们的新生入学的时候 就开始引导学生 去重视这个环境的 净化 美化 跟绿化 从环境教育里面 让孩子去感受到 环境的保护 跟环境的绿美化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或许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 爱护地球 爱护家园的一个措施 因此从这个教育里面 我们让孩子 去看到美好的校园 让孩子也去重视 保护美好的校园 所以整个一个学生 必须要亲自投入 进行净化的工作 比如说大家一起去打扫 然后去保护环境的干净 然后一起去绿化 一起去种植美好的花木 维护美好的花木 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教育的方式 让我们的孩子跟老师 能够把环境教育 融入在生活里面 这是我们过去所推动的 这些重要的一些措施 我记得在民国85年的时候 学校要推动无焉 一方面我们先从教职员本身做起 让全校的教职员大家戒焉 然后建立一个全国最早的 一个无焉的校园 然后当年85年 我们也让所有师生自己自备餐具 也禁止携带所有保利笼 或者垃圾袋 垃圾塑胶袋的食物 进入到校园 我想这样的做法 让孩子跟老师 一起做一个很具体的 一个示范的工作 另外在体验的工作 我们会每天公布 如果当我们在校园的地区 看到垃圾量超过我们的规定 譬如说我们大概一天定在 看到垃圾量是20件 如果我们在一个礼拜平均发现的 每一天有在我们的十甲多的校园 有20件的垃圾发现的时候 我们会在下一周 就会体验一个叫全校 自己处理垃圾 有一天全校禁止用水 然后必须要自己处理垃圾 所谓禁止用水 就是除了卫生用的水之外 那我们必须要去浸水 让我们每一个师生感受到 当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垃圾 如果没有办法让垃圾减量 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节约用水的时候 会造成的不变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活动 在过去我们这样做了结果之后 有时候我们要实施 这样一个净烟净水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几乎是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 不再制造垃圾了 我曾经去看整个学校的 一些统计的数字 在民国八十年左右 学校大约有五千个学生 目前有一万个学生 在民国八十年左右 我们每一天师生所制造出来的垃圾量 是一天要用两部车子 去把它载运到掩埋场 但是到今天将近十七年 我们的学生数增加了一倍 大概一万个学生 但是我们每天所产生出来的垃圾量 有些透过资源回收 有些透过减量 目前是一个礼拜 也只能能够收集到两车的垃圾量 换句话讲 二十年拉的努力 学生人数增加一倍 但是垃圾量减少至剩下七分之一 我想这个就是归功于我们全校师生的一起努力 我也相信中山工商这二十年拉的努力 已经把这个学校建设成为一个 所谓美好的一个环境区域 有人讲一进到这个校区 感觉到这是一个美好的 一个读书的环境 我们也希望把整个学校变成 如师 示范 一个美好的 一个像人间先进的校园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做 做的地方 感谢观看